119,《星島日報》,奧元反彈阻力0.755美元 2015年7月15日《星島投資》 B09 外匯商品攻略希臘達成新協議 根據昨天的協議內容部分,反映希臘在公投後 沒有在談判上獲得優勢 相反,以德國為首的財政紀律較嚴謹的國家 卻一直拖延談判進度,令希臘達成的條款較以往的更為嚴厲 評級機構惠譽表示,雖然希臘與歐羅區達成協議 可能有助當地的主權流動性,舒緩了資金上的壓力 亦增加提出第三輪援助計劃的可能性 但未來仍會面對很大的挑戰 而且歐洲穩定機制將面臨較大的政治及落實風險 雖然雙方達成協議,但未來仍需要國會確認通過 希臘國會需要於本週三前立法落實多項改革 以獲得巨額貸款 但有部分國會議員及官員表明 將不會支持有關方案 更有人預期希臘將於今年內舉行大選 反映希臘政局並未明朗 希臘政局前景未明澳元對美元上週下跌超過百分之一 收市迪穿0.75美元水平 內地股市上週顯著波動 令投資者憂慮內地消費可能轉弱 不利澳洲的鐵礦石出口表現 此外,金價下跌也令澳洲金礦業受到影響 但內地股市至上週尾斷持續反彈 如寮對澳元帶來支持 寮澳元對美元反彈阻力於0.75美元水平 澳洲本州將公布熱警器指數 消費者信心指數 新車銷售及住宅購買力指數等 康運投資研究部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